张灵文讲故事 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 临安城是宋朝的一座重镇 南来北往的客商都要经过这里 因此非常繁华 各种稀奇玩物也是层出不穷 一个来自潭州的书生 就在这临安城里闲逛 这个书生名叫霍云城 是今年应试赶考的书生 他一路从家乡走到了临安 到临安城的时候还比较早 如果继续赶路的话 晚上就找不到投诉的客栈 于是就想在临安城休息一晚 明天继续赶路 霍云城看到繁华的大街 就想先逛逛 等迟一些了再找一家客栈投诉 逛着逛着 就看到路边有一家卖煎饼的小摊 卖煎饼香气四溢 煎的两面金黄 他一边向小摊走去 一边就摸着钱袋摸了几下 没摸着心想坏了 钱袋不见了 不知道是自己不小心丢了 还是被小偷给偷了 于是 霍云城又沿着原路返回 可是街上人来人往 要是丢了 早被人捡走了 于是出了城继续找 一直找到天黑了 还是没找到 霍云城也知道 钱袋很难找到了 只是进人士 听天命罢了 霍云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谭州 在这临安城里也没有亲戚朋友 这里离家又远 离东京便凉也很远 没有办法 霍云城也只能在临安城里找份工作 等咱够了钱再做打算 今天晚上也只能露宿街头了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霍云城就开始找工作 雇主们看到霍云城一副书生的打扮 一看就不是干活的料 都不太愿意用 他找了一上午 才在一家饭馆里找到了一个跑堂的差事 可是霍云城在那里做了还没到三天 就被掌柜的给辞退了 因为掌柜嫌他干活不麻利 又没有力气 最后连工钱也没给他 没办法 霍云城只得继续找工作 一连两天都没找到 身上带的衣服和笔墨纸燕都拿去变卖了 换了银钱买吃的 又过了些日子 霍云城浑身脏兮兮的 更找不到工作 到了后来 他头发乱蓬蓬的 满脸是泥 衣服也破了 不知道从哪里捡了个破网 还找了一根棍子 和乞丐没有分别了 这一天 霍云城正在街上乞讨 面前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从他面前急匆匆的走过 后面一个男人紧紧的跟在女孩后面 伸出手来就要偷那女孩子的钱袋 眼看就要得手了 那女孩子好像是有急事 丝毫没有注意到后面的男人 霍云城看到后 连忙大喊道 住手 别偷东西 说着上前就拉住了那个男人 那个女子也回头看过来 那个男子被他拉住 知道这次偷不到了 回头看到是个乞丐 骂了一句 一个臭乞丐跑来多管闲事 抬起脚一脚就将霍云城踹翻在地 然后一溜烟闪进了人群 那女子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知道是面前这个乞丐帮了他 心里十分感激 就对霍云城抱歉地说道 谢谢你 要不是你帮忙拉住了那个小偷 我的钱估计就被偷了 这些钱是给我爹抓药用的 要是丢了 我就没钱给我爹抓药了 说完就掏出了一串铜钱给霍云城 霍云城笑着说 我帮你 只是不愿看你的钱被人偷了去 我以前也丢过钱 我是从谈州来附近赶考的 前些日子我在临安城里丢了钱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才沦落成乞丐 我知道钱丢了有多难受 所以也不愿你的钱就这么被偷了 所以 你的这些钱 我不能要 那女子看到面前的这个乞丐 虽然饿得面黄鸡兽的 但是却不贪财 心里对他高看了几分 连忙收回钱说道 我叫方淑情 城东方市包子铺 就是我家开的 你要是饿了就下午过去 每天我们都会剩一些包子 到时候我给你拿一些吃 霍云城听到这 心想到 我要是有东西吃 就不用苦苦的乞讨了 到时候就可以专心的想办法赚钱了 想到这里 霍云城抱拳说道 小生先谢过姑娘了 以后我定当好好报答淑情姑娘的恩情 方淑情笑着说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你怎么反倒泄气我来了 然后方淑情问了霍云城的姓名 两人就分别了 第二天下午 霍云城就到了方淑情的包子铺 方淑情正在包子铺看铺子 看到霍云城来了 方淑情立马从蒸笼里 拿出四个热气腾腾的大肉包子 笑着递给了霍云城 霍云城还是头一次 有人这么和善的给自己吃的 想到之前受的苦楚 想到经常两天都没有吃上一口饭时的感觉 一时眼眶就红了起来 方淑情看到霍云城长红的眼眶 笑着宽问了他几句 就说道 你要是饿了 就到我这里来 霍云城感动的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好话 紧紧的抱着这四个包子 到了一声蟹就走了 霍云城虽然很饿 但是不敢一次性把包子吃完了 只吃了一个 可能是因为太饿了的关系 也可能是包子味道是真的好 霍云城觉得这包子的味道 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包子 包子他没舍得吃完 想等到下次饿了再吃 在路上 霍云城就想 我不能平白无故地吃人家的包子吧 总要为他们做一些事 于是想了一晚上 终于给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编了一小段罐口 他走在大街上边 乞讨边高声喊着 这段罐口 方氏的包子就是好 亮大份足管你饱 吃了的人都拍手叫 吃过一回你就忘不了 包子铺的姑娘翘 吃过一回你就忘不了 包子铺的姑娘翘 心地善良手艺好 霍云城里数一号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包子铺的生意 还真是比以前好多了 方淑琴的包子铺生意好了 他自然也很高兴 一打听才知道 临安城里的一个乞丐 一直在夸他家的包子 帮他的包子铺做宣传 方淑琴想到一个乞丐 还能编灌口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霍云城 他读过书 又是个乞丐 还和自己比较熟悉 打定主意 下次他过来 一定要问问清楚 霍云城也不是每天都去 方淑琴的包子铺讨包子 只是有时候实在没办法了 肚子饿得不行了 才去 这天 霍云城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不得已来到了方淑琴的包子铺 方淑琴看到霍云城来了 立马拿了四个包子过来 笑着递给了霍云城 霍云城接过包子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 将剩下的三个包好放在了怀里 看到霍云城吃完了 方淑琴就问道 这段时间有个人到处帮我家的包子铺做宣传 这个人是不是你 霍云城红着脸 微微点了点头 方淑琴从衣服里拿出了三两银子 给霍云城说道 多亏了你 我们家包子铺的生意比之前好了很多 我之前看到有的书生在替别人写字赚钱 你拿这些银子 拿着买些东西 也可以替别人去写字赚钱 你总是这样也不是办法 霍云城连忙推辞 我在这里吃包子 已经很感激你的恩情了 怎么能再收你的钱呢 方淑琴说道 要不这样吧 这三两银子算我借给你的 到时候你赚了钱再还我 这样总可以吧 听他这么说 霍云城这才接过银子 等到二人分别后 方淑琴到了铺子里 方淑琴的爹就问他 那个乞丐是谁 我已经看到你几次给他送包子了 还给他银子 难道你和他之间有私情 方淑琴连忙摇头说 没有的事 您上次病了 我给他去抓药 多亏了他 我的钱才没被小偷给偷走 后来他还帮我们包子铺做宣传 包子铺的生意也好了很多 我看他经常饿肚子 所以才给了他几个包子 他上金赶考 丢了钱袋 才沦落至此 我给他钱 是让他自己做点生意 别再乞讨了 没别的意思 爹 你可别想多了 当方老爹听了女儿的讲述 大概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也感觉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 于是就跟女儿说 他下次来的时候 你喊他来家里吃一顿饭 我有话对他说 方淑琴见爹没有生气 也暗暗放下心来 点头答应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霍云诚来到了方淑琴的包子铺 现在的霍云诚买了一身新衣服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 胡子也刮干净了 虽然算不上很俊朗 但也是属于耐看型的 他到了包子铺 跟方淑琴打了一声招呼 方淑琴看了半天 才看出来面前的 这个书生打扮的人 正是霍云诚 连忙给他拿了四个包子 霍云诚接过包子 给了方淑琴三两银子 外加四个包子的钱 说道 我今天是来还钱的 也是过来感谢你的 方淑琴接过钱 笑着说道 应该是我要谢谢你才对 对了我爹他说 要约你今天晚上 到我家里一起吃个饭 霍云诚惊讶地说道 你爹为什么要请我 去家里吃饭 方淑琴说 这个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想认识你一下 你今晚有没有时间 霍云诚说道 方伯伯邀请 我今晚一定来 得到了霍云诚肯定的答复 方淑琴今天早早地 就关了铺子 买了些酒肉 就回家做饭去了 到了晚上 霍云诚如约而至 吃饭的时候 方老爹就问霍云诚 听说你是进京赶考的学子 现在被困在这临安城 以后有什么打算 霍云诚说 我准备攒些银子 先回家读书 三年之后再来考试 方老爹已经知道了 霍云诚是潭州来的 他说道 这里离潭州千山万水 一来一回 又不知道要耽误多长时间 然后还要进京 路上如果再遇到什么情况 岂不是又耽误了赶考的时间 我看你也是个品行的正直的人 我也很同情你的遭遇 你可以先在我这里住下来 这里离东京也比较近 等到三年后考完了再回去 也免得来回奔波耽误了学习 我家正好还剩下一间空房 你可以进来住 不知道你一下如何 霍云诚知道方老爹 讲的都是实情 这样做确实也是最好的办法 真是无功不受禄 霍云诚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的 拿了人家的好处 他说道 谢谢方伯伯 您的好意我就不推辞了 我住在您那里 会按时交纳租金的 方老爹见到霍云诚为人坦荡 所以只收了霍云诚很少的租金 霍云诚也明白方老爹的好意 所以每次有时间就到包子铺来帮忙 后来霍云诚又写了一封家书 托人带回去 交给了自己的父母 告诉了他这段时间的遭遇 还遇到了好心人 他们都对他很好 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霍云诚发觉方老爹和方淑秦都是好人 对方淑秦也很是爱慕 但是想到现在一事无成 连住的地方也是方淑秦家的 他什么都给不了方淑秦 于是他就把这份爱意埋在了心底 方淑秦心里也很喜欢霍云诚 喜欢他人平好 有学问又有君子的风范 不过一个女儿家 也不好率先开口 就这样 时光匆匆 转眼就是三年 霍云诚顺利的考上了举人 马上就要进京赶考了 这三年来 虽然霍云诚和方淑秦两人谁也没有向对方表示爱慕之情 但是双方的心里也都明白 临行前 方淑秦替霍云诚收拾好了随身的行李 方老爹给了霍云诚五十两银子作为盘缠 霍云诚怎么也不肯收 自从来到了临安 他收了方家的恩惠实在太多 实在于心有愧 方老爹见他不肯收 就说道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没有一个儿子 我收你当一子 你愿意吗 霍云诚感激方老爹的恩情 连忙跪下给方老爹磕了三个响头 方老爹扶起霍云诚又将五十两银子递给了他 父亲给儿子赶考的盘缠 天经地义 这下你可以收吧 霍云诚眼眶已经红了 这才双手接下了这五十两银子 方老爹也看出来两个年轻人互相爱慕 于是交代方淑晴 好好送送霍云诚 称铺子里还有事要做 于是方淑晴就送霍云诚出了临安城 分别在即 两人都沉默不语 这时霍云诚率先开说 淑晴 送君千礼 终须一别 就送到这里吧 方淑晴低着头不作声 霍云诚顿了顿 又说道 金榜提名时 就是我娶你之时 说完就走了 眼里已经一片汪洋 等到霍云诚走得有些远了 方淑晴在后面大喊 霍云诚 我等你回来 霍云诚停了停 没有回头 接着继续往前走去 霍云诚在临安的几年时间 学到了很多社会经验 这次去东京电梁的路上格外小心 一路平安无事 等到考试结束 他就在他租的客栈里 等待着放榜的消息 数日后 一队官差敲锣打鼓地来到了霍云诚所在的客栈 一个领头的官差站在客栈的大堂大声问道 潭州的霍云诚在客栈吗 霍云诚听到官差报他的名字 他连忙上前跪下听旨 等到官差宣读完圣旨 那官差连忙扶起霍云诚 笑着说道 恭喜霍公子 高中榜眼 霍云诚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接下圣旨 心里感慨万分 第一时间就想去临安给方抒情报喜 等到在东京电梁的事情告一段落 霍云诚就连忙快马加鞭地往临安赶去 等霍云诚兴高采烈地赶到临安城 方是包子铺石 发现铺子的门是关着的 按理说这个时辰 铺子不应该关门才对啊 于是霍云诚一番打听才知道 前几日有人吃他家的包子 吃出了问题 好在出事的就一个人 最后官府封了他们的包子铺 他们还赔了那人一大笔钱 连房子也都卖了 在附近租了个小房子 住了下来 在邻居的指引下 找到了方淑琴的家 到了家里 发现他们吃的用的比之前差了很多 人也都憔悴了 方淑琴看到霍云诚来了 直接扑到了霍云诚怀里 霍云诚抱着方淑琴 心里也十分难受 过了一会儿 方淑琴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点 于是红着脸离开霍云诚的怀抱 接着 霍云诚将自己中了榜眼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他们二人听后 也替霍云诚高兴 霍云诚对方老爹说道 义父 我和淑琴昭西相处了三年 淑琴是个好女孩 我早已经深深的喜欢上了她 我恳求您将她嫁给我 方淑琴听到这话 脸更红了 方老爹看了看女儿 又转头看向霍云诚 点头答应了 霍云诚看到义父点头答应 非常高兴 又说道 家里出了这个事 以后再在临安城里卖包子 恐怕也难了 不如你们跟我一起回谭州吧 到了谭州我就去抒情过门 方老爹想了想 也确实如此 于是欣然答应了 到了谭州 霍云诚的父母得知儿子不但中了榜眼 还连媳妇都带回来了 这真是双喜临门了 一时间高兴的都说不出话了 之前 霍云诚就把自己在临安受人恩惠的事情 写信告诉给了家人 在得知面前的准媳妇 就是这位恩人时 就对这个准媳妇喜欢的不得了 过了两天 霍云诚就把婚事和高中榜眼的喜事 合在一起办了 霍云诚和方淑琴也终于走到了一起 后来 方老爹在谭州又开了一间包子铺 生意很好 霍云诚外出做官了 把媳妇带在了身边 后来霍云诚为官清莲 深受百姓爱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收听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